繼續開會 這一節請翁議員瑞豬 質詢時間45分鐘 台会主席 市長 副處長 副局長 副局長 還要拿朋友 聽見的理念 大家好 大家很早就一起 今天王主席的主席 今天就要去年底 每一個月期我一直在強調 我們遠足有五個大學 五京大學 在五京大學在高雄館時代 就已經有幾個大水層的特定企業業委開發案 不過目前這個大學開發案的進度 我們大學生特定區裡面 跟順項開發衛生 可以提供教育文化 生活 消費 在順項的多元服務的機能 同時可以具備到研發 教育 科技 生產 和文化修繩等的現代功能 以及可以帶動其他產業發展 可以吸收一些優秀的人材 可以進駐到我們的研造區 大家想 關注的時代 整個所民會 不過目前還沒有發布時代 對我們遠足來說 非常發展 都是有阻礙 因為有可能 我們的拖傑班大部阿嬤會受驚 所以有時候要保留到 當地的順項的調查 接下來的研究 我要請問 我們調查結果 目前是怎樣 目前來正部 是不是有通過我們這個開發的時刻 我們請 可能目前這個案 已經來在 剛才還是在地政制 應該是剛才嘛 我們剛才的局長 是不知道這個案 在正部的開發的時刻 是不是有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汪議員 和議員報告 就是說 這個案件 現在目前是在 來正部 都議會的審査中間 因為這個案 不是說 都議會還有建設 來正部地政司 那裡有一個 土地政司的小組 那今年我們地政司 一定在 今年 出貨 公益性和必要性的 評估報告 送給地政司 中間 當然是 現在有出現一個 小狀況 就是說 地政司 跟 那個 內政部都議會 他們兩個 就程序上 有一點 異議啦 那不過這個部分 我們在今年也有發 發文 請他 就是 把這個 地政司的 對程序上的一些意見 是不是說 把 最主要是 癥結點是在於說 之前做的 所謂的 務農意願調查裡面 有32位 地主表示說 他們有務農的意願 總面積有3點多公頃 所以就是涉及到說 是不是在 那個區裡面 有留社部分的 那個農業專用區 讓這些有務農意願的人 能夠持續進行 那我們的地政局 也在今年 7月有邀集區內 這些有務農意願的 這些地主 這些 我們的農民一起來 做這個 所謂的 農業專用區的一個說明會討論 那目前進度就是 有我們的地政局 跟有 烏農意願在持續在溝通當中 那反正有隨時進度 我們就隨時有新的進度 進一步 那我們再隨時跟議員這邊做更新 因爲我 我是哪裡來的 所以我對 這個大水層特別關心 我希望說 我們的進度要 要更加急促 尤其 我們的 我們的高英大 叫我們的高蘇大 他們部分的校区 都要在高雄市 他們有想要前來 不過不敢來 因為怕來這所在 會借不上學生 因為我們比較偏偏 還有地坑的 技能 的 生活技能 都很壞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 機長 沾對這案 是不是可以特別來 加強 關於 副大 政修的開發 業務 目前的進度 我們 機長 是不是有進度 我們請地政局機長 這是地政局的 事情 請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翁議員 對於我們 大學層 巨蛋徵收的一個關心 那 剛剛我們李機長 也把這個 前一段都市計畫 跟公益性 必要性的一個狀況 先做了一個說明 那我這邊 再補充一點 就是說 因為它裡面 有一個關鍵 就是說那個 烏龍專區的部分 是不是要設 因為我們把公益性 必要性的 評估報告 在今年的1月30號 送到內政部的時候 他就說 這個部分 要請我們釐清 還有一點就是 裡面有一些 特定農業區 按照土政法的規定 特定農業區 它是不可以開發的 但是有一些規定 是要報行政員核准 才有辦法排除 所以這個 烏龍專區的這個 議員調查 也在7月6號 城門這個 翁議員等議員 尤其是翁議員 很關心 也到場去 幫忙去解說 所以原來的32位當中 在7月6號的時候 已經有部分放棄了 剩下18位 剩下18位 再繼續跟他溝通 結果 已經又有四個放棄 剩下14位而已 那當中這14位 有10位 他是因為沒有在烏龍 是蒙阿波的土地的後代 所以那個就不必徵循 所以剩下4位 我們繼續跟他溝通 如果這個能夠他放棄 不要設置這烏龍專區的話 那我們都市計畫 就不用再變更了 所以這個在明天12月8號 我們還會再辦一場 針對這4位 繼續溝通 如果溝通成功的話 那這個我們就往後 剩下一個重大建設的這個部分 如果中央也能夠同意我們 也能夠核准我們 然後往後這個確認徵收 就能夠很順利的一個進行 這個以上跟翁妍報告 謝謝 好 請 請坐 我們 門仔要跟他們溝通 但是我時間要多了 我怎麼可以再跟他們溝通 因為相信 有時候 我們的政府 用一個角度 跟剩下方 也都有機會 所以 我希望說 這個大水層 特定器可以盡速來開發 這件事 這件事 就是我們 我們 演奏 我們的動作結尾 便經這件事 在我們 203年 我們要開通這條 一號道路的時候 有開到說明會 說明會的時候 大部分 這條 這段 本來是 前線 要把他們打通 要把他們用成座的 最後我們溝通 只有溝通到這邊而已 後面這次還沒有開發 在要開發這次的時候 他都用做我們市政府 在聰明會的時候 我們都有答應 在地址說 在五檔來 要來開發完成 所以 我非常擔心 這五檔是不是 這個騎乘 會有問題嗎 因為我們在地坑說 五檔來要開發完成 我希望說 我們剛才 叫我們地政制 尤其我們剛才無情的幾位 是不是在這件事 有什麼進度 我們局長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王議員 我想議員提到這個 醫藥道路這個整個 整個整體開發區 這個部分 因為在 經過評估之後 他的所謂的公共設施的比例 太高 所以財務上不可行 所以我們就納入這個 燕草的第四次通盤前倒來辦理變更 那今年最新的進度是 11月24號 我們內政部有召開 第二次的那個會議 那認為說 我們的工業心理必要性 有待商榷 請我們補充相關的說明 那下一次 會議的時候 會有我們內政部的 都委會的專案小組 跟內政部地政室那邊的 土地徵收小組 組成專案小組 召開一個聯席會議 來去 去針對這個案子 繼續來審 那至於 議員關心那個 長期在爭取這個 一號道路這件事情 我們當初也是 為了就是說 能夠 萬一假設整體開發 有不可行的狀況之下 那道路要開闢 所以有增設的就是可以 用一般增設方式來取得那個用地 那所以以上就是 目前的狀況跟議員做個說明 市長 因為我們要來這段 要來辦一般增設是因為 地主沒有同意讓我們做 而要社製教育也沒有同意 社製教育也算不錯 但他也還沒有同意 所以那時候我們 比較有機會用一般增設 想要來開票 完全開票給互通 所以我希望 市長 我們這段 是不是可以來開票給互通 因為這段 對這方面 這裡有一個工業區 在這裡 他們的車子都會出現 尤其都會對安東雞過 安東雞是十里的路而已 這個安東雞 八星都很反彈 因為他的庭班車 大腳車都坐在那裡過 是不是會說 好事 我們這段 可以先來開通 市長 有沒有我們的公務局長 請公務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其實我們進議會道路 我們不會說說很久了 和地主來協商 協商很多便 最近一邊就是 我們庫公所 以高位 還含地主來協商 地主還不同意 我們還要說 土地的情緒款 要加一億 要加一億 地主還不同意 所以很珠惜 就是地主 跟我們還不同意 我們現在沒辦法去開票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市長 請市長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翁議員 翁議員 翁議員知道 我想整個一號道路 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幫忙很多忙 不斷跟地主協商 地主在這個部分 有些堅持 我覺得那些也很可惜 但是我的意思是 現在剛才幹部局長 有跟翁議員說明 就是 剛才有這個 外長各界協商 他還不同意 不同意 就是我們市政府 沒辦法把這個經費 他算放在這裡 一直在擔台 但是我想 如果翁議員可以幫忙 當然我們再繼續協商 我也同意 這條 整條 整條 打通 這是最好 這是這樣 對經國的驗照 我們也是在那個部分 過去大概這兩三年 我們 縣市合併之後 我們就一直 我們過來 再接下去 也是一直在交通 但是他那時候 地主的堅持 非常抱歉 如果翁議員 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一起努力 好嗎 好 謝謝市長 因為我希望說 最主要這個 區長中尾 這塊 因為不是太大塊 但是區長中尾 如果不通 是不是可以用四塊中尾 市地重化的話 是不是可以 行得通 我是覺得 我們剛才一條 地政局在這裡 可以援考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 我們的公所在這裡 消防堆在這裡 這個地方 是農民住家 這桌 就是我們最密集的住戶在這裡 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開發起來 都正在那裡 很難看 都不可以去建 不可以去租 我們國中的 我們的燕草國中 也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希望 這個開發 可以開票完成 但這裡 拜託我們 剛才叫我們 地政局 是不是可以加強 我們 我們 第三個 今天 在公山 我們小工山這裡 都處 我會建議 在我們 大工山橋 阿公店水口 演奏 的觀光主委 尤其我們 天公步道 建設 已經開始 升天了 我們可以 集合 鋼山 支援 建議 可以 增設 攬車 將三区 的支援 重複利用 增加 新的景點 重新地面 地方的觀光 可以 更好的發展 尤其 我們 共産區 小工山的環境區 在市政府 已經投入 四千萬 開票 共産地 打造 天空步道 我們意志 一百空人 會滅下來 廣工 請問 我們 鋼山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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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山支援鋼山支援 這次 要增設攬車的可行性 經費 可以怎麼來 籌籌 請請問 我們觀光局長 請觀光局長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翁議員 跟議員報告 我們在 一百空四年的時候 我們就對 小鋼山的鋼山支援 來做一個櫃圍 所以這個園區 除了鋼山支援 的主體工程以外 我們還有 整個園區的整建工程 這個部分到目前為止 我們主體的工程 大概是預定的進度到 我們目前為止 已經是46.7% 那預計要完工 是在明年的六月底 但是這個工程 都有三期 除了鋼山支援的主體以外 我們包括園區 整個整建的工程 跟環境的整理 總共有三期 所以這是第一期 還有第二期第三期 所以整個整體的工程 會在明年的八月完工 那這個三期的總經費 我們也跟中央有做一個爭取 大概這個總經費 是一億兩千八百三十萬 所以這個是目前園區的這個進度 那另外呢 剛剛議員 他也在我們的議會裡面 證出很多次 也有建議 所以這個部分 市長也非常的支持 就是讓我們在今年 有變這個六十萬 做一個規劃評估 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對阿公 兩水口 這個森林公園 來起一個攬車到這個 鋼山支援的園區 那這個包括 他的地址的評估 跟他的選址 地點跟另外很多這個 這個平庫的部分 我今年在做幾個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預定在今年的年底 十二月三十號以前 要完成這個可行性評估 但目前報告大家都做出來 所以我們大概會做一個報告的審查 那在後續我們再依這個評估的結果 再來決定要怎麼樣興建 那至於興建的這個經費的部分 我們因為整個還是屬於 鋼山支援的主體的 這個整個園區的工程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在明年 依據這個評估的計畫 那我們再跟中央 證出一些憲費 來做這個攬車的設置 謝謝議員 謝謝機長 因為 西江山這裡 我們該名的鋼山支援的園區 市長也有去看過 因為這個地方目前沒有破壞很嚴重 所以要來打造鋼山支援的園區 是很好 所以市長也有特別關心 有特別來開發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西江山下來 我們鋼山支援的園區下來 就是我們目前在開業的森林公園 這森林公園第三季 我怎麼已經不來開工了 森林公園的頂端就是阿公店水口 每一個禮拜六十年 來運動的人真的有夠多都很客氣 所以我希望這個地方 如果有機會 有飯店要更好 讓我們來打飯店 稍後再在這裡切合 可以發展到我們地方的觀光檢 所以我們國土計劃法 今年五月初已經上路了 透過國土的最高主導原則 以整體的角度 可以重新來思考 讓我們國土的空間 會規格到處理 將組織園做最適當的配合制 強化我們國土的整合管理基礎 可以建立國土的新組織 目前國土會發的數大分析 有國土保育地區 有海洋租源地區 有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依照國土的計劃法 四十五條 兩年來 我們來進步 一定要公共全國的國土計劃 再在兩年後 我們高雄也是一邊 一定要公共平的國土計劃 最後 我們的兩年後 完成全台灣的國土計劃分析 我們的分析裡面 尤其我們大高雄市 尤其有蚵仔鳥的漁港 燃料的漁港 養殖鑽漁港 竟是農業產業的種子 這個地方 我要再加強一項 就是我們的漁市工業 也是我們很重要的產業 尤其都建立在農地裡面 是不是可以透過這次國土計劃法 他在清財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實在讓他清財 可以讓他就地合法 可以申請合法令 尤其就是 我們目前本社會的同事 我們的社區裡面 這個產業都在外申市裡面 我們的農業危險 尤其我們在災害的 在省錢補助 都要他說 他是沒有合法的 沒有合法的地務 所以都不可以省錢補助 所以養殖 他們都在想辦法 要取得這個設立的養殖地 都沒有辦法處理 不然我們農委會的 尋對這個案的調查 全國運行分籍分類 可以健康調查 結果 這時候我們全國的調查 有送給我們的農業籍 是不是 請問農業籍還是海洋籍 也要特別來關心這地 因為叫一些養殖 都沒有同情到養殖正的 但是他們的調查 我們是不是要去重新再廢勘 我們在實際檢查 是不是有差異 他們的檢查 是不是要我們的健康 是不是有差別 但是如果不符合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我請問農業籍 不然我們養殖業 他設立的 已經在養殖了 是不是 可以來利用這個通盤的檢討 這算是一種類似通盤檢討 是不是協助於合法 請問農業籍的籍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長 謝謝公議員 對農地水養的關心 相信我們中央對到分類分籍 這個規劃 它是一個構想 那實際上我們知道 農地水養前已經有變化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是朝向 利用我們農地水養空間的規劃 讓我們食物上去顯示 去顯示 去顯示 調查 調查之後 有落差 我們會提供 給我們中央 提供我們 提供政府 跟我們農委會 目前對著這個東西 它的共識 目前中央還沒有 如果套回到我們具有的一個圖書上 目前中央還沒有一個共識 那麼這點 以我所在的 農委會也很急 農委會也很急 那如果農委會 對著未來 它的支持是怎樣 我們會配合農學會的政策 大家一起來做 謝謝 好 海洋機長 我們海洋機長 是不是 現在這次我們一些 養主養主的運動 都沒辦法取得合法的證明 請局長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翁議員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像剛才我們農業國間有說的 我們現在就配合整個 雖然整個國土計畫法在5月1號施行 那在這一個兩年後才要正式公告 這個全國的國土計畫 在這個國度時期裡面 大概都依照現有的這個區域計畫法 的部分去處理 所以說剛剛 如同蔡局長所說的 其實我們現在也在 根據現況以及 使用現況以及各個分區的部分 然後我們也提出一些 在不同的區域 提出一些不同的使用分區變更 我們像最大遇到的問題就是 在特定農業區裡面 沒有辦法做養殖使用的這個部分 所以說像包含在我們這個 永安區地區的 永華養殖漁業生產專區裡面 還有包含像在美農阿聯這樣的一個部分 現況已經是漁溫使用的 去做在整個地幕上面的調整 所以說我們這邊也希望能夠 藉由這一次的這個全國區域計畫的這個分區的檢討 然後能夠把這樣的一個部分 輔導養殖業者能夠把它順利的取得 養殖登記證 因為在我們工山區 工山區在那個 探柴 所以探柴 人家說探柴 那些地方就是會漁溫 就漁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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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些地方都完全沒有漁溫 結果那些地方也是特定農業區 所以我覺得漁溫 所以我覺得漁溫 我漁溫 是漁溫 沒有水源 土地人都沒有學校種子 不過那些地方也是特定農業區 所以尤其沾到木城 有漁溫 有漁溫 養殖的地方 人家的漁溫 原因就是因為那些地方沒有漁溫 沒有漁溫 沒有漁溫的地方 唯一就是改變用途 所以我覺得 針對這個很方便 一定要來漁溫 清茶 因為我們前六十幾年 就頒布農業特定期 目前我們都沒有去漁溫 甚至以前的清茶也沒有漁溫 或是我們的地質有變動 所以針對這方面 我覺得這次古土的計劃法 清茶的時候一定要用心 尤其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地方都做工廠 這個工廠的地方 是不是 因為我們工廠區買 現在還要去幾月份也很困難 所以在那些地方 座路比較多的地方 是不是那些地方 所以我做地來幾月 這個工業的用地 這樣比較近 我希望說 跟孫娜清茶的時候 我們農業在這裡 在清茶也可以 可以全力幫忙 我們針對五九月的祖皇寺 他用五九月最有漁水的 漁就是一漁以上 有條件之後 已經改善很多了 不過孫娜還有五九月的祖皇寺 他可以來調整祖皇 是不是要更好 不然我們有整個這塊 這塊如果來開發生 是不是在五九月的祖皇寺 就更安心 但是 尤其我們五九月的祖皇寺 他目前是要調整我們的土古白水 到孫娜可以再用一條 對這裡 這個五九月的祖皇寺 叫我們的 五九月的祖皇寺 叫我們的家興小牌 五九月的祖皇寺 叫家興小牌 這兩個地方 可以再加上一次 我們這個祖皇寺 來完成的時候 是不是對我們五九月的祖皇寺 還可以再加一加 沒有水的問題 完全來解決 所以 我希望說 我們機長 尊敬了這個經費 我希望了解到 到成熟大約三千萬 我們是不是可以 這個經費 目前的政策中 中央補助的經費 我們進來的情形 不知道如何 請問我們水利吉的機長 請局長回答 謝謝翁議員 那這兩個問題 先跟議員報告 就是這個祖皇寺 他目前的經費 總共我們過去 差不多六億 這部分 我們已經照片 的會寬 先辦這個 用地範圍的一個 分割 這個地政事務所 到近年 它會完成 現在我們有同步 跟中央 進出建設的經費 中央 如果合定之後 我們就開始辦 非都市土地的 變更編定 這進度這樣 所以有哪有照 那個 上半年 那個會寬的 結果我們有先辦 這個土地的分割 另外就是 議員剛才說到這個 白水 它雖然當初有幾個 這個 有家有的自容紙 當初有幾個 它是要調節 這個透過白水 但是透過白水 上面有的 一些 所在都是 比較沒人大 它是算算下來 比較大的 算下來 那照剛才議員說的 這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有在修客 因為五角的白水 跟嘉欣小牌 旁邊的 頂管的保全對象 騎乎比較多 所以我們現在 未來如果 尊重這個案子 合定 我們要朝向這個方向 盡量我們在調節 水量是調節 我們的五角的白水 還有嘉欣小牌 盡量不去調節 那個土庫牌水 因為我們如果 有土庫牌水水 一支牌 很快就可以了 但是對我們的 這個五角的 這些社區 效果不好 以上報告 好 謝謝機長 因為這個地方 我們一人整個五角 這也是很大的社區 尤其有家生理 也是很大的理 不然都沒有說 所以他們立民都要求 都希望說 這個我們來做生的時候 可以來這裡做休閒的 要來運動 所以我們不然 我們有做起來的 我們的 理廚 我們的主房廚 我們的主房廚 教我們 教我們 英安的主房廚 他們的周遭環境 都很好 很多變成 都每天都在那裡運動 尤其 那一步的時候 也是有人在那裡運動 像我早上 有去到 餐廚的主房廚 也是那一步的時間 也很多人在那裡運動 所以 這個地方來做成 是不是有多路發霉的效果 第一 可以自房 第二 還可以休閒 可以來運動 這是對地方來說 相信 這是大家都很讚嘆的 今天在共産府 我們的186線的街上路 我們的街上路 裡面 塞是空空間館 這前幾天 我怎麼說過 當時 又是公路 但是在當時 當中七十 都要不開票 要不開票 我當家在說的時候 希望可以儲出 中央來幫我們補助 但是 現在剛才我們 大鵬九村 這個地方要開發 大鵬九村要開發的時候 在可以納入大鵬九村的開發 開發 都有一段 一段 經過路的地下 土地的費用 他也是會幫我們用一段 倒路的工程序 也是會幫我們用一段 所以 在我們 一百空三年到一百空年 我們市政府 申請到 本來的補助 可以納入中央生活圈內 大陸系統的建設計畫 不過 中央不準 所以 這個一百空年 是不是可以繼續努力來盡處 讓我們這條路轉帥 可以來開通 因為 這條路 如果我們大鵬九村開發起來 不可能只要做一段 因為做一段 這條路真的有夠難看 所以 我們 工務局長 尖定了這段 我們是不是有在做計畫 要跟中央繼續討論 請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 謝謝 謝謝議員 議員在關心的就是 我們共產地區 這個186線道 就是我們這個 接受段的部分 議員如果知道 這條路段 他 他 度期計畫是二十米的 要分兩邊 他北邊和南邊 議員如果知道 他南邊的部分 這個十米 十米塊的部分 就是已經納入在 我們整個 重劃區的範圍裡面 他都在說的 會發併這個十米的部分 其實我們這個 這個發併十米 上面 議員很關心 我們就馬上說 透過 來進步研究所 來爭取補助 因為來進步 給我們回應就是說 這個線道186 它是有編號的 是納在交通部的公路總局裡面 所以我們以十一月 就是頂國位 我們又以頂國位 跟那個 就是跟那個 就是邱委員 我們要跟我們交通部 公路總共來整處 目前也在演藝當中 謝謝 因為我希望說 如果整處得到的時候 等待我們 大鵬九村家 那些藍兵要開發的時候 可以一併同時 來完成 來改票通 我希望我們整處的 應該要繼續努力 再介紹我們 我們共產航太延期 我們公園延期的設立 我們航空業的總產組 一檔再攀升 如意佛洛 未來的二十年來 全球新機的需求 就特有三萬隻以上 其中一亞太地區 的需求量最大 尤其我們全球 航太供應商 都必要求 提高的產能 政界的生產量 經濟部航空產業 發展推動小組 未來可以突破千元 以我們的扣政產業產組 並價七十 在我們原區裡面 臺灣航空產業利潤的產組 一百零二年開始一直攀升 在我們二百零二年 我們的產組到八百七十億 這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產業 尤其我們航太科技產業 於大鋼山地區 得天獨厚 形成一個產業積落 尤其產關水條件都很尊重 尤其空軍艦有多 我們除了空軍艦有在我們共産以外 還有隔岸、政修、高應大水斧 都有相科系的產水合作方案 尤其在大鋼山地區目中 我們漢翔、領域工業 領域工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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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鋼山地區目中 未來20多年 未來20多年的市集會 會達到大鋼山地區目中 有些高科技的 而且我希望 我們共産交流道 在我們大鋼山地區 大鋼山地區 大鋼山地區 那是湯川地區 但不然是農業特定市 甚至在國土規劃中 可以整個月作成 航太原期、航太公業原期 還可以增加我們的漢翔 領域工程 尤其漢翔他們在作分機 他們可以提升 國內經濟發展的成長 我們對香港期盼的台湾工業延期的設置 要如何如何來推行 這有請問我們政法局局長 因為台湾延期對我們台湾來說 我是覺得很好的科技行業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翁議員 謝謝翁議員關心我們航太產業發展的問題 陳如你所說的沒有錯 整個航太產業未來看得到 它的成長率和市場的需求其實很明顯 對於高雄來講 您剛才提到的將近千億的產值裡面 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在高雄 高雄最主要是製造 因為其他的三分之二 比較著重的是在飛機的維修上面 那至於在製造這一個部分 您剛才也提到了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鋼山那一關聚落 主要是原來金屬加工的這一個基礎 事實上很適合在整個 航太產業發展上扮演一定的角色 那您提到說 航太工業園區的設置這件事情 然後以漢強的鋼山廠來做為一個核心做這個工作 我想是這樣子 包括因為你很多資料都是航太小組提供給您的資料 那其實都很精準 那其實以我們現在航太產業的發展來講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說 能不能透過國內不管是國際國造 或者是我們在採購那個飛機的時候 能夠取得一些工業合作的機會 那另外也就是要佈建民間產業的潛力 那比較重要的是說 我們要提高一些目前的獲利模式 我們如果單單只做金屬的加工 那因為比較容易讓競爭者追上來 所以整個航太小組在思考 未來的航太產業發展的時候 其實有個很重要的面向就是拿訂單跟增加毛利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發展 航太產業一個重要的工作 那國家可以扮演的一些角色 就是協助來做整合取得認證 拿到訂單這個工作 那至於您提到就是說 是不是要在我們高速公路 鋼山叫做以東 把特農區來做一個轉變 現在狀況是這樣 我們看到這十幾家 在高雄地區的航太產業的廠商 其實它的分布還蠻分散的 那有些在擴廠的都已經土地都取得了 幾家在擴廠的土地都取得 它的分布大概是從人物到陸主 通通都有 那有些是扣建廠直接轉型 所以我們是要把它形成一個聯盟 還是擺在同一個空間 這個我也很願意就是說 來跟那個我們的航太產業的業者 來做一個討論 形成聯盟這件事情絕對是必要的 絕對是必要的 那怎麼樣子 就是說在空間上有更大的優勢 這個我們再來一起做一些思考 機長 是 我有騙他們漢翔的一個組長 他跟我討論過 他說如果他們漢翔的場地 常常的工場在這裡 他這邊比較方便 那邊 那邊 因為他們的設置在那裡 騙他們的配合度會更好 是 他是說我們這裡不需要設置 他們也有在考慮到 是不是 對台東那裡漢翔也是有一個策略 他也要收一些衛生工廠 在他周遭裡面 可以配合他們的生產 沒有 現在重點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那個漢翔的鋼山廠 事實上擴廠新的廠已經落成了 那他周邊的一些空間 如果能夠一起來運用 當然是可以一起來思考 那現在更重要的有一些工作 就是說包括漢翔 是我們國內最重要的一個 航太產業的帶動者 其實我們曾經伸展過一架 完整的戰機出來 尤其是漢翔這一個廠 他基本上是做推進器 就是飛機推進器 他很多精密的技術都在這一邊 那我們南部的聚落有一些大學 包括我們像高院的 現在的代理校長 其實過去也是漢翔的總工程師 所以南部的人才其實是很集中 那至於說漢翔這個部分 跟民間的業者怎麼合作 或是漢翔的鋼山廠本身怎麼擴張 那個我們也會跟航太小組 跟漢翔繼續來討論 就是說如果有土地空間的需求 但是很明確的話 我們就來做相關工作的合作跟協助 因為重點是說 衛星工廠 因為一般這間大工廠 他也都有衛星工廠 衛星工廠可以每天做一招 然後是不是可以配合剛才會更好 我們請集長 在這方面可以去 輸客一下 做一個價位 是不是有剛才來開發土地 沒有 如果產業園區要報便 這個我們的經發局也來處理 可以來協助 好 謝謝 謝謝 助行到處理 謝謝 謝謝 謝謝汪議員的質詢 我們休息 謝謝 謝謝